人氣網紅雪碧有著情色教主之稱 憑藉火辣身材及直率性格吸引大批粉絲追隨 他從不避諱談論自己的整形經歷 幾乎全身上下都動過刀至今已花了800萬 不過近日他在綜藝節目中坦言 自己有容貌焦慮 三不五時就要進場維修 有時候去了醫院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才當場跟醫生討論 他以用蓋房子的概念來形容整形 表示臉就是建築物 鼻子的鋼丁脫落了就需要修修補補 情天雪碧被問及整哪個部位最痛 他表示自己做額頭的時候割了3公分的頭皮 手術後一起來時感覺頭快爆炸了 就像腦漿快溢出來一樣 但一個月後就修復的差不多了 而艾美的艱辛路程讓在場來賓大為震驚